终于大神刘在时一直在国内拥有着大量的粉丝 一直以来大家都十分的喜欢他 刘在时在节目中与嘉宾聊到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米 短道速滑的比赛时 他表示对黄大县美规竞赛的结果十分的愤怒 表示无法接受这一个事实 当黄大县拿金牌的时候 他又鼓起了掌 2月21日目前发现刘在时的后援网站已经全面关闭 后援站发文因眺望的视线方向不同 未来的路不能在一起走了 从整个事件来看 不管刘在时在闲着干嘛呀的综艺里面 说出的话是不是违心的 又或者只是为了节目的效果 严格的来说 他已经越过了底线 而且这一根底线是所有人不能触碰的 显然刘在时正是在替黄大县喊冤 并且将自己的私人愤怒给展现出来 然后表示了对咱们国家的选手拿金牌表示否定 这种行为已经延伸到了韩国的许多明星艺人圈之中 尤其是公开表示 对黄大县的支持的人太多太多了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